小哥, 關於我剛才的提議 我不要拉丙做 男人做大事 不應該把額女私情放在心裡 你別再說, 我已經決定了 拉丙怎麼這麼久都沒拉到你 你都要問他, 有關心姐的事 你別習慣, 我有話要跟他說 我馬上要見到他 阿哥, 阿翔, 阿哥, 找我甚麼事 阿琛的鍊子是否你送的 不是, 那時候我追她, 我送給她 你也知道我喜歡心姐 你不是現在才來妒忌我吧 我是妒忌 你知不知道她不見了一條鏈子 她的樣子多慌 我送給她的東西, 她沒那麼緊張 小哥, 那是你叫我照顧她的嘛 我推給你, 不是等於你可以要 我看見我心霸與你這條鏈子 這麼開心, 我就眼火爆了 你喜歡摺公子嗎? 如果摺到公子, 即是說天都想你和阿琛在一起 是, 我認你, 但如果摺到自然 就算我倒楣, 倒楣了兄弟 你自己搞定, 別讓我動手 小哥, 我送一條鏈子而已 不用要我死吧 你有一半機會 摺到公子的話 就可以和阿琛在一起了 小哥, 你誤會了 我怎麼會把大哥的女人搞定 況且芯姐也不喜歡我 她只是當我是朋友而已 對, 她之前好像和我走得好近 但你也知道是演戲的 全部都是假的 她從事之中都沒喜歡過我 阿琛, 她真正的喜歡的是你的 我心裡只有你一個 遊戲規則是這樣的 願賭局輸 阿光, 給一次機會 我決定了的事, 不會說第二次 為一個人做得絕對 你會唱歌 原本做的事 我決定了 我在此的時候 她是מש凌晨 和她很難聽 尤其坦白 誰是有什麼 我決定了 只要到處去 說因為它有什麼 瞳… 妳覺得還要留下來 你覺得 你刻意 怎麼樣? 你在火牆救了我的命 這條命當我還給你, 你走吧 小哥, 你剛喝多了, 我沒有喝醉 什麼?你沒喝醉? 剛才我只不過做一場戲, 試試拉瓶 還是什麼呢? 上次拉瓶不是已經過關了嗎? 你有沒有見過拉瓶殺人? 沒有, 幹嘛問這個? 拉瓶在這九年雖然打架開片無數 但是他從來沒殺過一個人 他是堂主, 可以在下面的人去做 那就是說, 昨晚我叫他對付阿敏 他是第一次拿槍殺人 你第一次開槍殺人, 什麼感覺? 我當時緊張到滿手都是痕 雖然拉瓶表現得好像很緊張 但是他的手一滴汗都沒有 但是怎麼能這樣斷定拉瓶有古怪呢? 多懂得演戲也好 身體的狀態是騙不到人的 我一試就試到他 他給我一支槍的時候, 整支槍濕了 這個才是他真正緊張時候的反應 我好肯定, 昨晚我叫他殺人的時候 他早就知道槍無子彈 他只不過在假裝緊張 但是他怎麼會知道? 是阿森告訴他 欣姐 他這麼做不是等於出賣社團嗎? 你怎麼能這麼肯定? 我看得出, 阿森很關心拉瓶 雖然阿森知道拉瓶是臥底 但是都生死關頭 他始終都會心癒 我還以為你是妒忌 所以才對拉瓶… 我是妒忌 但是我不會因為妒忌而殺一個人 現在我們知道拉瓶是臥底了 你打算怎麼做? 好, 真好 新鮑快樂, 明天接新娘, 順順利利 謝謝 我明天喝不到你的餐 你睡下買小小生意 是什麼?可以策不策? 是給你老婆的 不過你別跟你老婆說,我送給她 她這麼生我,免得氣壞她 不代表約寶,謝謝你 不過你別以為你逃脫 告訴你,到我兒子擺滿月酒的時候 你起碼做雙禮 以後的事,以後再算了 這陣子外面這麼亂,今天之後 我們也不知道幾時可以見面 那倒是,辣雞最近這麼喪 還打算丟掉江世孝 不止辣雞,還有另一個人要小心 誰? Larfin,他為了自己的利益 甚麼角欖做,還要做月朗 他還試過尋槍射我 尋槍射你?為甚麼 江世孝為盡興裡面有內鬼 所以佈局試我們 幸好我有大埔男 我現在跟Larfin已經抹了臉 我不知道他以後會怎樣對我 如果危險,你別做了 看上去說我是辛苦的命 沒九十歲也不會死 你明天放心去結婚吧 我自己會收拾 來吧 乾杯,老陳 老闆,起床吧,你玩通宵嗎? 起床收帳,是不是早就不收? 慢慢起床吧 好啊,我吃中菜等你啊 就這樣吧 Joe,找我有事嗎? 蕭哥有事找你,上車 蕭哥,找我有甚麼事嗎? 那晚喝大了,你別生我吧 怎麼會呢?蕭哥跟我玩而已 我現在不是人無村無難 總之我又要記住蕭哥是我大哥 有甚麼我應該做,有甚麼我不應該做 沒怪我最好,我怕沒了你這個兄弟 你知道我這麼多生意 誰知道有人幫忙 這次找我來究竟有甚麼事 等他們來一起說吧 老闆,你也在這兒嗎? 來這裡的,大家都是自己人 以前有甚麼恩恩怨怨就抹掉 稍後你們會去工場 聽鐘指示就行了 但以防萬一把你們的手藝電話交出來 好,一路順風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了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了